S13的瑞士轮已经打完了 这一季的高手可谓层出不穷 这些都是S13晋级八强的队伍 这位是KT 他从不搬皇子的打法 就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自信 这位是LCK的一号种子 主将超位 实力一流 补刀从来都是第一 这位是京东 是LPL一号种子 内战无敌 就差S冠 实力夸张的李宁 拥有我最强伙伴 同样也是你最好的学弟 哦 原来有自己人啊 很高兴能交手 其实这次世界赛 我是来夺回荣誉 我认为T1这届 必须要拿下四冠之名了 所以我认为这些对手 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舞台 只有你们T1 那我们算什么 哦 问得好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我们T1清训 不过要经过考验 因为我们只训练精英 绝对不会接受垃圾 看我干什么 我自己人啊 哦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你失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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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这么惨 怎么样啊 你对戏能行吗 我有阴影 直接投降好了 信了信了信了 哎呀还好 在这里啊 快点烧了烧了烧了 你这个集市语啊 你打长河赛送的还不够多啊 你怎么还能打世界赛啊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跟着我一起集中报国啊 来来来 我给你发电筋啊 你拿着钱 现在别太明显 我告诉你 别把我的格局想得跟你一样 我死得多 不是因为我演 而是因为我的自电里 没有后退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现在的我 就是五年前的自己 我还没准备好啊 在S8首尔 第一次打入世界赛 就夺得冠军 对阵劲敌G2 一手河道剑魔 惊叹在场所有人 将长手上单带入比赛 折磨出一倍又一倍的上单 将LPL上单台阶 抬高一截 被誉为LPL上单革命者 绰号 五胜关云长 哦 原来你真的是 不错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就是能把红牌当上的五胜关云长 不过很可惜 在S90那场半决赛 不敌发普拉克斯直步四强以后 就再也没打进过世界赛 自我研发 内扣背包 永远被抓 永远被抓 你现在都多久没打了 而且你打了个弱势嘛 还跟人家打什么决赛嘛 还显二贯 哼 我不仅要跟你打 还带着他 RNG最后的二代笑 不是 最后的荣耀 萧护 就凭这个没赢过我的诺胡 对 有胆量 就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会把它训练成一个视身的重担 只有Faker 才是最强的咖咪 只要我江城龙一天没退役 T1响赢 就必须问过我的剑刃 有没有胆量打 打什么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